歡迎收看關鍵的許可 是喔 你說今天 整個立法院院長的選舉 其實已經清楚了 但其實清楚了之外 更詭訣了 因為大家的動作 大家的鬥爭 大家的買賣 從今天上午才剛剛開始 因為民眾黨今天非常得意說 我們要當小藍位 我們要當小綠 所以我們就推出了一個 黃篩珍當立法院院長的候選人 我們要投給這8票都投給他 你說這剛好證明了 這8票就是廢票 這8票無足輕重 這8票根本不是關鍵的少數 當確定民眾黨是一個不關鍵的少數 一個無足輕重的少數以後 他就進入藍綠對決 藍綠對決之後 重要人物 重爆人物都出手了 朱立倫出手了 賴清德出手了 保洁 明天的所謂立院龍頭之爭 現在正式進入所謂藍綠對決 因為白軍他們現在目前為止 暫時放棄他們關鍵的 我必須說暫時 那我們講為什麼現在進入藍綠對決 你看下午開始的時候 國民黨上井發條 你看他目前為止 朱立倫都已經把軍令狀丟出來了 誰敢跑票開除 那你看傅君奇也講得非常清楚 不能夠沒有到 沒有到也算是跑票 缺席都是跑票 對 所以他事實上現在國民黨上井發條 甚至還有文章丟出來說什麼 目前為止我們好像有幾席的 恐怕很危險 有四席可能跑票 有司法問題的啦 還有跑三點半的問題的啦 還有包括說第一屆的立委 恐怕都有跑票的可能性 國民黨現在上井發條 你看好像要嚴防了有任何變數 那你知道民進黨在這邊更有意思了 保證那照理說 如果民眾黨放棄的話 第一輪不是就是韓國瑜嗎 可是你知道賴清德說了喔 賴清德說話囉 你看賴清德這時候說得特別有意思喔 如果輸的話那就不用講嘛 可是他說什麼 立願第一輪你要投給這個黃三代 我們予以尊重 但是第二輪來說 賴清德希望民進黨 民眾黨還是要支持最好的候選人 所以你說到現在 對 他跟民眾黨要票 當然啦他希望說 如果你覺得游錫坤好 那就投給游錫坤嘛 那覺得韓國瑜好就投給韓國瑜嘛 他希望你 他某些程度 還是希望你來投給這個游錫坤 而且你剛才講的 君無戏耶 對 今天我就做了一個重大的政治宣誓 是 如果我這個重大的政治宣誓 明天 欸 民眾黨再給我刮一個耳光 對 那我不就很難看嗎 對 那你看 事實上這個操作好像有機可循喔 你看 他之前在上吳征的這個直播 他說什麼 我們未來人才不一定要是民進黨啊 那馬上就有人說 欸 民眾黨可以 可能可以來啊 那民眾黨馬上又說什麼 欸 我們黨對黨的這個談判 欸 你會覺得好像丟出一些東西 對 好像對民眾黨有些期待的感覺 你說真的運作開始了 對 那這樣 當然雙線運作嘛 一邊運作來說的話 國民黨這邊如果能夠來了就來嘛 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 期待民眾黨在第二輪 是不是有不一樣的想法嘛 所以那事實上現在 民進黨已經開始全員出動 所以 我現在要挖的 要綁的不是國民黨 我連民眾黨一起綁 對 就是柯建平 還有賴清德的這個總統當選人 開始全力 開始動員起來了 動員起來的時候 所有才說嘛 我們希望 柯文哲在早上 我必須說 暫時放棄他的關鍵角色 因為你說明天早上 搞不好還會變啊 他變來變去 誰說 六點協議都可以撕毀 前一天講話都可以不算 對 你覺得明天會不會還會有變數 他隨時都可能變 對 所以現在還在變化之中 那我們必須講嘛 事實上柯文哲必須要想清楚 為什麼 因為今天早上 他做出所謂 這個推出黃山賽的時候 他真的變成是不重要的巴西 真的不重要的嗎 為什麼 我跟你講 你去縱觀國內外 所有歷史的重要的人物 他改變的關鍵人物是 兩軍對決的時候 你絕對要選邊站 要站邊 要站邊 而且你要加入去打仗 這樣才會有這個 像我舉個例子 我這個時候 中原內戰的時候 蔣介石跟那軍軍閥在打的時候 你知道那時候張學良 這樣他又加入蔣介石 這樣才是有關鍵角色 否則你一直從頭看到 最後他們打出勝負之後 跟你什麼相關 反而兩邊都會打你 所以張學良的地位才會創勝 對 所以你知道 他現在選擇就是 我撤到一邊 看你們兩軍撕殺 撕殺到最後 我跟你講 撕到最後會變成怎樣 藍綠對決之後 兩邊後來會來殺你 所以這一定是這個樣的局面 所以你等於是放棄 你不但是放棄的關鍵角色 你同時 引火自焚 因為兩邊一定 雙方輸了另外一邊 一定都認定最大 但是各位在講 我不要做小綠 我不要做小藍 我走進你的路不行嗎 對 抱歉 他就是陷入一個僵局的局面 為什麼 因為你看在整個局面裡來說 整個大局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你不可能當小綠嘛 這個你不可能去投給民進黨嘛 所以這個國民黨 他就好 這個 這個 這個浩枕以下 在那邊等你來投給我 這樣說 你沒投給我沒有關係 反正你不要投給民進黨就好嘛 國民黨的策略是這樣 那民進黨這邊策略呢 你不要給我投給這個 這個所謂 韓國瑜 你要投給韓國瑜 OK啊 我就把你打成小籃 我就開始模擬 你要投給韓國瑜 你要講韓國瑜 這個立法院院長的這個 這個適格性 然後把你打成這個樣子 很不敢投韓國瑜 對 然後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你看這幾天其實 梗圖最多的是誰吧 是有關黃國昌的 黃國昌跟韓國瑜那個擁抱 現在梗圖之多啊 一大堆你看 從昨天開始 從前一路出來 為什麼 所以說今天柯建民講那些話 民進黨對這梗圖 不是沒有意義的動作 這些動作就是逼著民眾黨 你不敢去投韓國瑜 只要你民眾黨不敢去投過韓國瑜 你的8票維持中立 8票維持中立發覺 當我確定你8票維持中立之後 賴欣德就講話了 現在看到今天那種私底下運作 4人會跑票的訊息 就跑出來了 你看民進黨在操作所謂梗圖 這樣在做什麼 他主要就是鎖住你 你黃國昌跟韓國瑜 你投韓國瑜這樣形象不好吧 你還要選新北市市長這樣好嗎 你看他們就會縮回去 所以就知道柯建民這樣操作 民進黨這樣操作來說 某些程度他也限縮了 這個民眾黨他可能往藍軍跑的可能性 那既然你是中立的八席的時候 現在就剩下藍綠對決嘛 那藍綠對決來說很清楚嘛 柯建民也知道說哪些票 可能國民黨裡面我可以弄過來 所以馬上就有這個4個票 4票不穩的狀況就出來了嘛 因為老柯就開始動了嘛 那下午的時候 這個賴欣德總統當選的 民進黨的這個黨主席也說話了嘛 說希望第二輪能夠投給這個好的候選人嘛 那你說會不會有同時之間 當然接觸藍軍接觸白軍都有可能嘛 所以說如果沒有動作 沒有任何的進展 賴欣德不可能講這種話 賴欣德為什麼說這個話 因為柯文哲我們都知道 他的不可測性嘛 雖然今天說我要投給這個 我要自推候選人 然後我要投這個八票 投給這個黃珊珊第二輪 我們不參戰 但是沒有到最後一刻 寶傑你敢肯定柯文哲不會變卦嗎 因為他不可測 對 所以現在整個立法院的這個院長來說 我覺得在今天最新的賴欣德出手之後 反而這個局勢呢 還不是很明朗的這個狀態 好 董事長你剛剛講的 今天早上我們要講 民眾黨這個表派確定 他是一個不重要的八票 而且如果你不敢賭 你不敢玩 你不敢壓扁 你不敢做這個關鍵的槓桿 未來這八年 未來這四年 你根本無足輕重 所以可是你說 其實更關鍵的是 賴清德今天下午 居然做這個動作 所以民眾黨就根本已經中了民眾黨 民進黨的勁 民進黨就改了用害 用逼的 用各種威脅 然後逼著你不敢投韓國瑜 當我確定你不敢投韓國瑜的時候 各種大軍就出來了 我就反過來請教你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民眾黨記者會 他公布的是 明天我們決定要一次投給韓國瑜 對 做這個決定 如果公告新聞登出來的話 賴清德會不會做 不會 他會不會尊重 不會尊重 就不講了 不會尊重了嘛 所以那你現在 你沒有做支持韓國瑜的政治決定 而做了一個廢票的決定 廢票決定 那是不是等於你暗示賴清德 我這邊可以談 反過來我這樣解讀 我反向解讀給你聽 對不對 因為你要支持韓國瑜 你覺得柯文哲到最後還要談 你要宣布支持韓國瑜 我們就沒得談了 沒得談 不是這個決定 其他決定 都可以談 那我這樣可以談的話 我今天身為總統當選人的身份 又黨主席 我要不要跟你要票嗎 要 因為你告訴我說可以跟你要的嘛 而且 這個機會是柯比給的嘛 而且你想 既然賴清德是一個謹小甚為的人 他敢講這樣的話 就代表他是有東西的了 那第二條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管道在溝通嘛 他們兩個可以直接打電話的 他們兩個都醫生啊 對 賴跟柯打直接電話也沒有問題啊 更何況中間有多少 共同醫界的朋友 太多太多太多了啦 那個都不用談了 他們兩個直接溝通都沒有問題 他最不能溝通的是柯建民 柯建民 我跟你講賴清德 然後剛剛你看司聰講的 對啊 同一個時間傳出來 要阻隔的時候 要有非民進黨人嘛 對 然後民眾黨的優秀人才 他可以採納嘛 對 那我問你民眾黨哪個人才優秀啊 我找了半天找不到半個優秀 都吵架 都騙子 怎麼會優秀的 就這個就跟他喊話嘛 兩邊在那邊 巧克力 兩邊在那邊互相在空中放話嘛 空中放話 晚上有沒有在運作 我認為有運作嘛 那這個問題就是 他們兩個才知道 賴清德不會隨便發言 不會無地放肆 那就明天會什麼結果 我也不相信說 明天早上就確定 就是8票 就是投給黃三三自己啊 對 而且他講話有非常細小 第二輪 他第二輪的時候啊 對 他就說你這個 就是你讓我有第二輪 有跟你談的機會嘛 是你柯文哲 放了一個chance給我 也就是你第一輪很確定 你要支持黃三三 我們尊重 可是第二輪本來民眾黨是 我們就退出 那你可以不要退出啊 對 他們退出 他部分退出可不可以 全部退出部分 花樣多了嘛 他的解釋全 全部在科的一念之間 對 這個很簡單嘛 邱吉爾講政治 講過政治的三個條件 你知道什麼條件嗎 什麼條件 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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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都勇敢 敢拚 他現在就跟你說敢拚 大家拚看看 這個是創造歷史喔 對 萬一你第二天 你第二輪的時候 你八十民眾黨投進去給民進黨的話 對 那是什麼情況 可是他就變小綠了嗎 不是小綠 那還能在綠的對面嗎 不是小綠 他就有可能 阻隔都有可能 是假的 當然有可能 那怎麼不可能呢 這關鍵還可以談的 中間一定有人在談 那個沒那麼說 大家都笑在鼻子 沒有這種事情 中間一定很有分量的在中間瞧 我的瞧說 在立法院議長給你嘛 立法院長給他有什麼關係 立法院長給他 我搶搶坦白的嘛 柯文哲如果當賴清德立法院長的話 那這個那個票不漂亮 好的不得了 就行政院長嗎 當然啦 當行政院長 對 我講錯了 當行政院長 如果不漂亮呢 漂亮不得了 最有三百多萬票的民意基礎的人 當賴清德的第一任行政院長 這個民調馬上衝過50% 那你不怕被吃幹麻糬嗎 誰吃誰啊 兩年後我要跟你拼了嗎 2026耶 對不對 這個東西 而且我第一 就是兩個 第二名跟第三名合作 不是剛剛好 對 他不是第一 他在立法院席次裡面 是不是二三名合作嘛 這什麼不對呢 是對的啊 所以他要誘惑他的東西 是很大的東西在誘惑他 他要談不是跟你談小事啊 柯P也不是笨蛋啊 中間瞧的人一定是他們一屆重量級的人物 我猜都猜得出來大概是拿幾個咖嘛 但沒有這種人他不會講這種話 賴清德講這個幹麻啊 你第一輪投黃三三我們尊重 但第二輪投票 賴清德希望民眾黨支持最好的人選 我反過來解釋這個話給你聽啊 政治當然要看什麼 這個話叫做我聽懂 你現在柯文哲在做了一個球給我 讓我有機會跟你談 是這個意思你知道嗎 是這樣嗎 當然這樣解讀啊 那我真的是門外漢了 不是 所以那些都 我一直講一句話 從頭到尾15天來 我只講一句話 我說誰買單誰做主 有沒有錯 沒錯 那誰買單 現在賴清德買單 賴清德買單嘛 未來立法院四年運作誰買單 賴清德買單 賴清德真正買單的人啊 他今天第一天幫你洗下來的話 說這個問題解決掉了 通通解決問題 他敢賭這麼大嗎 賴清德怎麼不敢 不敢 賴清德沒有不敢 是柯文哲不敢 我們都認為柯文哲落跑嘛 他這時候落跑本身為什麼會落跑 怎麼奇怪的落跑 我們剛剛蘇慧在第一輪講很清楚啊 你搞了那麼大的增上 搞半天 突然間 收兵了 縮了 我們就說柯文哲膽小 那柯文哲也算過 我算給你聽 他65歲了 4年後69歲 他在家裡面 家裡蹲4年耶 他蹲得下來嗎 蹲不下去 可能馬上又有什麼 他有什麼 什麼糾郁期 什麼期 什麼期都來了嗎 第一期 否定期 肯定期 怪力怪氣的期都跑出來了 所以我跟你講 你要注意這個政治的變化 這個學問就非常的技巧在這裡 中間 我跟你講保證有人在瞧 瞧不瞧下來 因為你是民進黨出身的 民進黨沒有不能瞧的 民進黨 朋友到最後一秒鐘 不會放棄的啦 什麼高招 而且 我再問一個人 柯文哲什麼事情不能瞧的 都可以瞧 柯文哲沒有不能瞧的事情嘛 柯文哲 他的人生觀裡面 通通都可以瞧對不對 柯文哲誰不能賣 柯文哲每一個都敢出賣啊 柯文哲今天還在算嘛 他要被賴清德收編 還是跟賴清德對抗嘛 對 他如果收編的話 他官司沒事了嘛 對抗的話 保證 我跟你講 不是跑 他自己講的跑法院嘛 12月 12月8號 柯文哲接受他的 蔡壁如的媒體訪問 說他未來一定會跑法院 新潮流一定會對付他 那柯文哲要避禍 什麼避 跟他合作 合作 那合作他只會跟你八旗 跟你當院長副院長嗎 當然不是嘛 最起碼 行政院副院長起跳嘛 這才是真正的核心問題 好耶 這個就要你幫我解讀了 因為你跟賴清德手 跟柯文哲的手 你跟所有人的手 他們到底在玩什麼 真的 今天晚上是關鍵時刻 現在晚上大家都在筆牌嗎 其實如果 從字面上解讀就是說 賴清德在跟民眾黨二輪喊話 對 希望他們能夠投給游錫坤 這個解讀是對的 好那我問你一個 賴清德真的是一個 謹小慎為的人嗎 他沒有任何的事情 他不會莫名其妙 丟出這樣的宣誓嗎 好吧這個我就講嘛 就表面上來看 希望民眾黨第二輪 不要放棄選民給你的付託 他現在講的溫和 明天以後就是開罵了 所以你說 他是不是希望這八旗 第二輪投給游錫坤 反而第一輪沒過班 第二輪逆轉游錫坤當選 是沒錯 所以還有機會 所以不放棄喊話嘛 可是他還有一個沙澡在後面啊 我現在說在這裡 明天第二輪真的完全退出 民進黨從柯建民以下林俊憲 會通通對著民眾黨的黃國昌 連續講四連 阿你就小蘭啦 他就這樣講 剛剛董事長的概念是 我是棒子跟胡蘿蔔 可是你的感覺是 胡蘿蔔不一定有 棒子已經準備了 棒子胡蘿蔔齁 如果他明天真的第二輪 起義來歸 突然就變成 欸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他現在講巴西 第二輪不進場 會不會有人講說 啊不是就 那個鈴聲就響啊 我剛剛當立委 我不知道啊 巴克里面有七個人是第一輪 兩人兩人就走去 我們就走去 就回去了 如果有機會第二輪贏了呢 那白跟綠 他們的合作就會成型 而且國民黨今天也已經 太複雜了 國民黨今天 國民黨的文川院主委 比較沒有人關注 他今天有講說 聽到說什麼 白綠要合作對不對 要這個阻隔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他今天講話講多白 那就是 表示民眾黨跟民進黨呢 都是執政黨 只有國民黨是在野黨 對我們就來監督執政黨 每一個人都在想 未來要怎麼做 如果 來把這個狀況一 如果一路走到底 第二輪也就不進去投票 誰會當立法院院長 韓國瑜嘛 韓國瑜當立法院院長 今天賴清德的話 你就要看他怎麼解讀了 就表示說 這八席的民眾黨的立委 放棄了選民的付托 不分區也是選民投出來的啊 你們居然放棄投票 請第二輪要進去投票 想要投給最好的人 如果你要投給尤希坤 就投給尤希坤 想要投給韓國瑜 也可以投給韓國瑜 為什麼 如果第二輪進去投 或是不投 韓國瑜當選之後 明天開始民進黨 就會把民眾黨打成是小籃 這件事情至關重要 因為對別人來講都還好 賴清德他是很痛啊 為什麼蔡英文拿到817萬 我只拿到558萬 我少掉200多萬裡面 有200萬是年輕人 都跑去柯文哲了 所以我今天要把 年輕人對柯文哲的失望感 跟他的反覆 那個事情要不斷的放大 所以要不要合作是一回事 可是眼前是這樣 第二個 我在跟大家講一件事 因為尤希坤本來 確實就是不要當立法院的院長 因為院長有上我的節目 早就半年前就講 他不要當立委了 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排第六名呢 來來來 他來了以後跟我講說 因為 因為賴清德主席 總統參選人 到了宜蘭的時候 親自把他拉到旁邊去 然後他旁邊還有人 幫他拍下來 真的兩個人就拉在旁邊 在公圍 威廉賴跟那個 游院長兩個人這樣 拜託他一定要留下來 幹嘛 當立法院長嘛 所以賴清德不會在這個階段 放棄尤希坤 不會的 因為是他請人家來的嘛 所以他現在一定是 今天中常會也好 或是課見面也好 就全力要讓尤希坤 去當那個立法院院長 所以到現在為止 他還在希望立法院的院長 會是尤希坤 所以他們就是兩票投到底 看明天最後民眾黨 一個晚上 現在整個情勢 這麼樣的緊張 這麼樣的緊繃 今天國民黨 這個中常會 朱立倫還有傅崑奇 真的把話都已經講得非常硬了 而且真的講 之前所有的演練 連選票 都拿來模擬了 現在國民黨 我跟民進黨 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把最後能出的牌都出 國民黨能出的牌 叫做什麼 除了說我把我自己的選票 顧好之外 我提供稍微給你嘛 這是我可以給你的最大offer 對不對 傅崑奇是不是把這個牌打出來了 那民進黨可以打的牌是什麼 我們剛剛不是講的 賴清德嘛 來來來 你跟我合作的話 我至少好歹 可以考慮一下 我內閣隔軌這些東西 包括什麼 可以跟你民眾黨討論一下 但講白了 做這個動作 它真正的目的在什麼 希望能夠把民眾黨 叫進第二輪投票 藍綠都在想這件事情嘛 叫第二輪投票 有那麼重要嗎 我現在不能確定你柯文哲 要投誰嘛 誰知道柯文哲 想要投誰嗎 不知道嘛 那你柯文哲 現在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二輪投票我不會進去 但我至少可以把你勸進去嘛 勸進去才有什麼 喬的空間嘛 才有談的空間嘛 到最後一分鐘之內 我們還有一個討論嘛 但是各位 你不要搞錯了 你要知道柯文哲的核心利益是什麼 今天柯文哲他在乎說 他講著我怎麼樣 2028可以極大化我的選票 對 我底下的人去當官 對我來講有好處嗎 沒有好處啊 對我來講我底下的人去當官 到時候我被扣小綠 我到時候拿不到國民黨的票 我蹭不到國民黨的票 我底下的人 跑去跟國民黨混招委 對不對 我管你過幾個法案 到時候變小籃 為什麼柯文哲 最後做的決斷是 就是說我退縮嘛 對 我兩邊都不要碰嘛 我不當小綠 因為我才有相罵本嘛 我今天我票投黃珊珊之後 我第二輪不投票 以後我可不可以罵黃國瑜 我也可以罵韓國瑜啊 我以後可不可以罵民進黨 因為他只有一招 就是罵人 他不能把罵人這一招給收起來 你忘記柯文哲怎麼擋了 包牌擋 就是我兩邊都下注 我兩邊都差 對於柯文哲來講 這才是他真正的核心利益嘛 但我跟你講今天這整場局面 其實老柯算的也沒錯 老柯希望就是能夠讓柯文哲走到這個地步 但偏偏出了一個大亂子 這個亂子叫誰 這個亂子叫游錫 如果說你照原本整個民進黨的安排 能夠把柯文哲邊緣化 讓這8票成為沒有用的8票 他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運作 我可以跟國民黨運作 但現在的整個社會大環境氛圍是什麼 是全部民進黨黨員 對於游錫昆非常的憤慨 各位都忘記這個前提 對 還有人叫他滾蛋 滾蛋 柯介明今天還用一段話來去形容 說我又愚蠢才會是 相信敵人所設下的陷阱才會跳下去 那誰愚蠢 那你不是在講游錫昆愚蠢嗎 所以這個情況 這個前提狀況下 游錫昆自己把鍋給砸了嘛 他如果不要去民進黨的紅門店 他如果不要去民眾黨把沙蹦更更 那跳樓大拍賣 他不要走進波比店 把所有生家財產交給他 現在柯文哲是不是好喬多了 好喬多了嘛 因為民進黨我們現在沒有任何損失嘛 我可以再把你民眾黨邊緣化之後 自然而然的去跟國民黨這邊 玩過去我最擅長的 案盤運作 運作掉的時候 你游錫昆一隻羽毛都不用掉 直接高僧院長 但現在沒辦法啦 所以現在他們一直在操作什麼話題 你跑去去氣投 你投自己你就是小籃 因為只剩下這一招了吧 各位你不要誤會賴清的那段話 他反面還有一個文本 他是說你看你最支持哪一個候選人 如果你覺得游錫昆最好就投游錫昆 你如果覺得韓國瑜最好就投韓國瑜 這什麼意思 換言之他在講什麼 你民眾黨如果幫助國民黨 不投不進去或投國民黨 你都是小籃嘛 那這句話是不是跟所謂的 柯建民講的一模一樣 你說這是威脅 啊當然嘛 就是我已經準備好最壞打算了嘛 你說這是賴清德的威脅 當然嘛就是棒子跟胡蘿蔔嘛 我當然把我最好的牌放在桌面上給你看 但我剛剛已經講了 柯文哲會不會咬 很低的機率 那不關柯文哲的事嘛 他才不管他下面的死亡發展 但與此同時 我已經把你標籤給扣上了 今天你不進去這個投票所 或者是你今天去支持韓國瑜 對於民進黨而言 都是把你往六成的選民去送 為什麼 你不要來跟我搶票 如果來講更好嘛 我哪有損失啊 而游錫昆把這個鍋給搞砸了 大家現在已經沒有空間的狀況之下 我只能把你做極限排擠 把你往國民黨的顏色去送 所以對於民進黨而言已經做最後打算 我就最後舉個例子 就連蔡其昌都在臉書寫 都在睡著寫 我明天根本沒有什麼副院長的問題 我已經準備好 蔡其昌說 我準備好回歸蔡委員的身份 所以大家對游錫昆根本沒有暴露的期待 好 會成 另外這樣我們常常講 半軍如半武 第一個是我們看到柯文哲是喜怒無常 而且他都一直處於變變變變 跟在旁邊很辛苦 還有他說丟就丟 今天我們很多人 注意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是 過去柯文哲在的地方 離他最近的人是誰 永遠都是黃珊珊 你要不要注意到任何地方 甚至還講 我們今天為什麼大選完了以後 趕快開會 珊珊說 他常常說珊珊說 可是現在今天就妙了 今天他到了立法院去 開始排位置 排位置了以後 剛剛講 那當然總召總召在旁邊沒有問題 可是那旁邊 照一下 副總召應該在這吧 沒有喔 搶位之後 如果你看導播我看到畫面 他被 急急急 擠到黃國昌的旁邊 柯文哲旁邊的位置不是黃珊珊了 是 保潔科 從今天這一幕正式宣告 柯文哲的母姐會會長黃珊珊 得打倒台了 為什麼這樣講 我跟你講 一開始我看那個畫面 黃珊珊是沒有坐下來 他是在外面迎接柯文哲的 迎接柯文哲 因為黃國昌一開始就在裡面 他本來想動耶 對 因為他們就是開始要拍照 那拍照呢 他本來是要站在柯文哲旁邊 後來因為陳昭之已經站好了 所以他就拍在那邊 後來有人說這邊五個太擠了 你就過來 所以他就變成是 因為黃國昌已經黏著柯文哲了 黃國昌在旁邊走到沒有問題 那旁邊這個位置該是我的啊 是 怎麼會是陳昭之的呢 因為你已經離正越來越遠了 正決定把你發配邊加 為什麼這樣講 其實某一種程度上 記不記得前幾天他才去台中 跟誰 跟蔡壁如 一個路邊談話 這一場路邊談話 我覺得其實某一種程度上就已經去 你看人太多了 有一個人要過去 誰過去黃先生過去 我跟你講這超好笑 就是這場路邊談話 大家就想說 為什麼你們 你們是不是感情很 越來越蘇勇 你要故意拍給人家看 後來沒有喔 這一場路邊談話開始 很多東西就開始不一樣 什麼不一樣呢 其實從1月24號 在那個北部的尾牙 沒有蔡壁如 蔡壁如就把時間 表白的講 說我沒有受邀請 所以蔡壁如跟黃先生 兩個女人的戰爭 北風跟太陽這兩個人的戰爭 就開始大家不斷在談 不斷在談 蔡壁如連連出招 等一下 她是有牌子的 所以站哪個位置是有牌子的 可是黃先生開始站到 陳昭勢的位置代表 黃先生不知道 應該站在哪個位置 其實黃先生一開始的位置 就是在右邊 她是在黃國昌的旁邊 但是我覺得 因為黃先生認為 我怎麼可以在 離陣那麼遠 所以她就硬要卡在她的另外一邊 就陳昭勢死都不讓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她就只好回到她原本的一個位置 也就是黃國昌的一個旁邊 但是從這個距離 你就可以看到黃先生 在柯文哲心裡面的重要性 越來越遠 那為什麼越來越遠 我覺得其實是跟蔡壁如 有很重要的關係 其實蔡壁如她過去這一陣子的發言 你有沒有發現 她不斷地去召喚柯文哲 召喚柯文哲什麼 你有人在騙你 有人用假民調在呼嚨你 有人在故意旁邊講一些壞的事情 有人故意蒙蔽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蔡壁如已經擺明了在台面上跟黃珊珊直接就挑開來 包括尾牙沒有吃到 包括去接受三立的專訪 都直接跟黃珊珊在那邊叫板 然後還有人在助攻 誰助攻 謝麗公在旁邊助攻 謝麗公除了一開始講KPI的事情之外 她是不是第二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雙重黨籍 雙重黨籍 所以我跟你講我稍微列了一下 他們根本是用五大罪狀去告獄狀 然後跟柯文哲講說 黃珊珊這個人大有問題 所以你絕對不能重用 哪五大獄狀 第一個 就是你假民調你蒙蔽了柯文哲吧 再來還有什麼罪狀 你雙重黨籍 雙重黨籍那件事情 本來人家認為說 你現在說你說話不重要 人家說柯文哲還曾經搶過你 說你有經過例嗎 結果你沒有發現 鍾平慧 鍾平慧 鍾平慧那個計程 通過了黃珊珊條款 所以在那一次通過黃珊珊條款的時候 我就認為柯文哲變心了 黃帝變心了 為什麼變心 等一下 你說沒有柯文哲的點頭 鍾平慧不可能做那個決定 當然不可能做那個決定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柯文哲親自對媒體講 我想要把蔡壁如變成中央委員 結果是黃珊珊板著臉 對著媒體講 我不知道這件事 黃帝下了指令 你還敢說你不知道 那你這是什麼 如果我現在還活著 我現在當著媒體講話 你就把我當放屁 那哪一天你這個做大了 那我還要把你操弄得完嗎 犯上這件事情 犯上這件事情 是他已經看到了 我覺得是蔡壁如已經 慢慢讓柯文哲看到了 黃珊珊真實的一個連孔 再加上我們這個媒體 每天在講黃珊珊 過去靠誰誰就倒 有沒有 新黨怎麼利用的 靠山山幫靠水水 靠地條西底部啦 對喔 所以現在就柯文哲 不愛這個底部 所以趕快 所以你還把我弄倒之前 我先對你下了一個重手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這是蔡壁如最厲害的地方 1月31號也就是今天 蔡壁如接受媒體的採訪 他直接說什麼 他說柯文哲這個不能 政黨不能成為一人政黨 一定要下放權力 像親民黨這些到最後就是因為 你沒有深耕地方 民眾黨是從林初來長大的 不是小了也不是小綠 一定要擺脫一人政黨 在所有話裡面最重要是下面那一段 他說什麼公開呼籲柯文哲要下放權力 然後呢要讓不分區立委 必須分配到各縣市去均營選區 所以就有所謂的兩年一任對不對 好兩年一任 你記不記得謝麗公講過 就我印象當中 只有八個人裡面只有一個人簽 那那個人是誰 是黃國昌 因為黃國昌一開始就說 我要去選新北市 所以我身在新北市有辦公室 好那現在蔡壁如點到一個重點 你黃生生 你位高權重 你把你自己排到不分區第一名 結果你到現在還不敢挑起重任嗎 你未戰卻戰 你兩年後到底戰不戰 這件事情其實也讓柯文哲真的任期了 黃生生這個人也許不能重用 好 蘇佳 你要常去觀察柯文哲 他真的半軍如半虎嗎 而且他旁邊的人揮自己來 揮自己來揮自己去嗎 我那天跟民眾黨一個民意代表在講 我說其實沒有人是柯文哲的心腹對不對 他說對 我說柯文哲就是一個媽寶 為什麼 媽寶就是 反正他就每天在那邊玩自己的玩具 那誰圍在他旁邊 誰圍他鏡 他就會就近聽這個人的話 那這個人幫他做好全部 他就好 就這樣子 他是一個怕麻煩 然後又不懂得去處理黨務的人 所以今天黃生生過去的蔡壁如離他近 幫他把所有事情都處理好 人事物全部幫他處理好 他就全部依靠蔡壁如 那現在蔡壁如出去選了 變成黃珊珊跟陳志涵 圍在他旁邊把他所有事情都處理好 然後他耳根子又很軟嘛 他們民眾黨自己說的 不是我說的 說柯文哲是個耳根子很軟的人 所以蔡壁如跟他 那個黃珊珊跟他講什麼 陳志涵跟他講什麼 他就好啦 他就是這樣的人 那到底這張照片是黃珊珊被發配邊加 還是黃珊珊自己知道他現在形象不好 要避風頭 避風頭 我覺得是打一個問號 所以你說這個很特別是 以前在柯文哲旁邊最近的位置 就是黃珊珊 以前我們找了很多照片都這樣 可是今天剛剛講的 這個是早就排好的 不是說你搶不過 因為剛剛講 這是柯文哲的位置 這是黃國山位置 這邊是黃珊珊 他位置都已經排好的耶 大家沒有發現嗎 這個畫面已經出現第三次了 好 第一次是韓國瑜 黃國昌 黃珊珊 黃珊珊也站在第三位 非常認分的退到後面 第二次是游錫坤 黃國昌 黃珊珊 黃珊珊還是在第三位 然後這一次是柯文哲 黃國昌 黃珊珊 黃珊珊都非常的低調的 站在黃國昌的旁邊 但你認為說 那她是不是重要性有降呢 那為什麼民眾黨是推派黃珊珊 當立法院的院長呢 不要忘了黃國昌 起碼還當過一屆立委耶 還提過案 還大概知道是什麼狀況 黃珊珊是連台北市議會的正副議長 她都沒搞過耶 所以還是由她代表民眾黨當院長這件事 我認為還是黃珊珊要凸顯說 還是姐說了算 只是因為 只是因為現在大家知道說 第一個大家都覺得戰犯 今天柯文哲民調第三名 不是她選前都是她對外說 她是第二她第二 然後藍白河的戰犯也是黃珊珊 還有所有把媒體罵得一無是處的 也是黃珊珊 所以現在黃珊珊知道說 好吧我要低調一點 不要站在那邊 讓黃國昌去出這個風頭 反正這個風頭也不重要 但是實際上影響力就是 我才是代表民眾黨前立法院長的那一個 我還是一姐 所以不可以小看黃珊珊 我覺得她還是處在一個非常重要 尤其是今天傳出來說 民眾黨要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叫做政策會或政策部 然後領頭的人叫陳志涵 我跟志涵認識很久 她罵人真的是越來越厲害 她當戰狼小姐姐是OK的 但是你要她去跟王毅川 或是要跟國民黨的政策會 去辯論政策這件事情 她太薄了 她太薄了 過去光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她是發言人的時候 我跟她講說你那麼愛罵人 她以前就很愛罵人 我說你那麼愛罵人 我給你一個機會 我讓你上背巡台 讓你一對一跟我公平辯論 市政40分鐘 你OK 我很和氣的跟她講 結果她跟我道歉說 沒有啦議員不要這個樣子 所以你說今天 Q了 為什麼黃珊珊 要安排陳志涵去當政策部 我認為是黃珊珊安排的 因為如果不是陳志涵 那會是誰 蔡碧如 因為相較起來更了解政策 更了解立法院運作的人 蔡碧如 叫蔡碧如 所以這個人是安排 很顯然是要卡掉蔡碧如 因為之前傳說 柯文哲要讓蔡碧如 當中央委員 去控管黨團的KPI 那是錯的 因為民眾黨有非常多中央委員 所有立委都是當然的中央委員 人家是當然中央委員 你蔡碧如是空投中央委員 那有什麼用呢 所以政策會是最重要的 當然啊 為什麼王毅川現在放到政策會呢 就是要負責這個攻擊 還有整個立院黨團政策的 這個攻防的策略 那大家覺得陳志涵可以做這件事嗎 顯然這也是黃珊珊的佈局之一 把可以卡的位置先卡完 周宇修去卡秘書長 然後文傳會啊 這個文宣部門讓這個許甫 然後政策會讓陳志涵 不好意思喔 壁如姐你就繼續在台中吧 我覺得這個就是 台在鬥 對 那再來 剛剛前面大家都提到說 賴清德為什麼突然提阻隔的事情 其實這是非常突兀的喔 不要忘了 雖然新的國會要上任 但是離賴清德當家做主 還有三個半月耶 過去哪怕是馬英九交接給這個蔡英文 蔡英文在勝選之後 馬英九曾經想要把主閣權交給民進黨 交給蔡英文 蔡英文不要喔 不要 因為她覺得還沒有到我 那今天 蔡英文還活著好嗎 賴清德為什麼要去談主閣這件事 就是跟立法院她想綁在一起嘛 你好 我好 你支持我 我給你什麼東西 綁在一起談嘛 比較靜 far Ja 你看我 我們來聊一下 我們來聊天